跟柳如烟谈恋爱八年 我跟她求了五次婚 每一次她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我 五次求婚我被人嘲笑了个彻底 那枚戒指也始终没能戴在她手上 直到在一场酒会上 当年抛弃她的白月光出现 她突然挽住我的胳膊 高调宣布道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像是故意说给某个人听的一样 我突然就死心了 第二天我便提了分手 丢了戒指转身离开 后来听说 那个骄傲又不可一世的柳如烟 为了找一枚戒指 快找疯了 今晚的宴会 我跟柳如烟原本是不准备参加的 直到她在名单上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一腾成 那一瞬间 我就知道 今晚的宴会柳如烟是一定要去的 她站在衣柜前皱着眉挑选礼服 却怎么都不满意 她要去 那我自然也是要到场的 只是我今天实在难受 于是轻声道 如烟 今晚的宴会 我们可以不去吗 我我有点 我的话被她不耐烦打断 我要去 你不去就算了 以前我陪着柳如烟谈合作 是咬牙忍下痛意 强撑起嘴角 对她笑了笑 那我去换衣服 她明明知道 现在的我 根本无法拒绝她 柳如烟素来喜欢淡妆 礼服也多为低调舒服的款式 可今日 她穿了一条吊带鱼尾红裙 脸上的妆明艳逼人 我知道 她是为了另一个人 到了宴会 我跟在柳如烟身边 笑着陪她应酬 即使柳如烟依旧面无表情 她一直在不经意间 望向宴会门口 她在找人 找一腾成 这个认知 让我心里一阵恍惚 一腾成是柳如烟的初恋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当时身边的朋友 都说她跟一腾成十分般配 两人好似一对碧人 在一起时的氛围 好似谁都插入不进来 彼时两人的恋爱轰轰烈烈 人尽皆知 直到柳如烟家里出世 一腾成抛下她火速出国 当然 这只是圈子里流传出来的 其中还有没有隐情 只有两个当事人清楚 两人分手后 我陪着柳如烟 一起撑起摇摇欲坠的柳家 又陪着她一步一步走过这八年 把柳家的产业 做到如今这个地步 最难的那段时间 我一天可以跑十几家公司去谈业务 皮鞋磨破了两双 十二块的盒饭 就是我一天的饭 可我从没有一次 在柳如烟面前抱怨过 门口突然传来响动 一个熟悉的名字 传到我的耳中 是一腾成来了 一腾成从门口出现的那一瞬间 我下意识转头去看柳如烟 他原本放松的身体 在一瞬间紧绷起来 眼睛只看着门口的一腾成 里面含着的情绪十分复杂 我甚至都不敢去细想 那里面是否还夹杂着爱意 一直到一腾成带着几个人 来到我跟柳如烟面前 在几人走到我们面前时 刚刚一直跟我保持着距离的柳如烟 突然伸手挽住了我的胳膊 如果在之前 我肯定是会为了柳如烟的亲近而感到开心 可现在 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一腾成看到这一幕愣住 随即失落地患到 如烟 柳如烟看也不看他 只转过头看着我轻声询问 累了吗 我们去休息 他明明是在跟我说话 可这一字一句 仿佛都是在说给一腾成听 我苦涩地想着 他是想我怎么回答呢 其他我的话根本也不重要 还不等我开口 对面的一腾成 火速抢先道 如烟 我有话跟你说 柳如烟嘲讽地笑了笑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他停了一会接着道 我男朋友还在这 我跟你走不合适吧 一腾成一脸痛苦地看着他 我也愣在了原地 即使现在圈子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柳如烟的关系 可我依然记得当初 我们跟某个合作方吃饭时 他曾善意地问柳如烟 跟我是不是恋人关系 当时我跟柳如烟都愣了 我没说话 心却一点点提了起来 带了点隐秘的期待 柳如烟当时很快回神 却只是淡淡笑了笑 不是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朋友 合作方尴尬地笑了笑 转移了话题 只有我还久久未能回神 心口像是堵了东西 让我喘不过气 那天结束后 柳如烟只说 他还不习惯 把亲密关系 对不熟的人说明 也觉得没必要 可我记得当年 他跟一腾成在一起 时他从不遮掩 在所有社交软件都官宣了 一腾成 所有的期待 都化作历任次项 仿佛在嘲笑我的自作多情 很多我以前期待的 在今天悉数得到 可我却从未如此难堪过 他们每一件上面 都刻着一腾成的名字 一腾成抬起头 目光急切地 看向柳如烟 如烟 我要跟你解释当年的事 我希望只有我们两个人 没有外人在场 他特意强调 这个外人自然是指我 我们动静太大 已经有不少人 往我们这个方向看过来了 柳如烟看了他一会后 转过身来看住 你在这等我一会 我马上回来 听到这话 一腾成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如烟你跟我来 手比脑子快 等我反应过来后 我已经伸手拉住了柳如烟 如烟 我有点难受 你能不能留在这陪我一会 我在心里唾弃我这个行为 可在那一刻 我心里最深处的想的 只有留住柳如烟 无论用什么办法也好 柳如烟似乎也没想到 我会这么做 表情错愕地愣在了原地 一腾成生气 对我怒吼道 纪博答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 让如烟听你的 我松开手 却只对着一腾成冷声开口 就凭我是他的男朋友 你又是什么东西 一腾成气红了脸 冲上来就要打我 柳如烟皱着没拦住他 够了 我男朋友不舒服 那我们就改天再聊吧 一腾成急到 如烟 他是在骗你 柳如烟没说话 只深深看了我一眼 转身走了 他眼神里带着轻微的烦躁跟不悦 那一瞬间我站在原地 像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 感到无地自容 明明把他留下来了 我却感到一阵迷茫 留下来 然后呢 一直到宴会中场 有人端着 酒向我跟柳如烟走来 来人像是喝醉了 一开口便大声道 听说年尾如烟 你跟博答这小子的婚事 就定下来了 恭喜你啊 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事情 我转头下意识看着柳如烟 看到他对着一旁的一腾成 仰起嘴角挑衅地笑了笑 我意识到了什么 心里突然一痛 四周嘲讽的话 清晰地传进我耳中 记得纪伯达跟柳如烟求了五次婚 都没能成功 这次一腾成一回国 柳如烟就同意了他的求婚 他不得跪下来 给一腾成磕两个头谢恩啊 都求了五次没成功 还甜不知耻 留在柳如烟身边 真是一条好狗啊 是刚刚跟在一腾成身后的几个人 听到这话 几个人互相对视过后 恶劣地笑了起来 我脸色一白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我 圈子里人人都知道 我跟柳如烟恋爱八年 曾跟他求了五次婚 五次那枚戒指 始终没能戴在他手上 这件事甚至还上过热搜 大家都在猜柳如烟不同意求婚的原因 其实真正的原因 只有我跟柳如烟清楚 第一次求婚时 是在谈恋爱的第三年 也是在柳家彻底稳固过后 我拿出我这几年一大半积蓄 定制了一枚戒指 那天订婚的场景 策划每一步 都是我亲力亲为的 我还请来了他的父母 跟我俩的朋友 我满心欢喜地想着 我要让更多人见证这一时刻 那天我穿着西装 所有人都陪我翘首以盼 等待另一位女主角的到来 那天比原计划的时间 超了快三个小时 柳如烟才姗姗来迟 我拿着戒指 对他单膝下跪 向他许下 我在心中早已背过十几次的誓言 我满心期待 清静了我能给的一切 却忽略了柳如烟脸上 当时冷漠的表情 最后他不耐烦地 把戒指放回我手心 纪博达 别闹了 公司现在刚好转一点 我实在没心情 说完他便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拿着戒指 无措地站在原地 朋友们反应过来后 帮我打圆场 给我找台阶下 连柳如烟父母 都拉着我的手 跟我道歉 说这些年 公司交给柳如烟 给了他很大压力 让我别怪他 等人彻底离开后 我请来的摄像大哥 扛着相机 由于我还拍吗 我挫败地摇摇头 哑声道 不拍了 摄影大哥边收装备 边小声吐槽 敢跟拍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上这个 尾款拿不到 还白跑这一趟 我看着地上 被踩烂的玫瑰花根桌上 已经融化的蛋糕 觉得今天真是糟糕透了 那天柳如烟拒绝了我的求婚 就在圈子里传开了 一时之间 我成了他们口中的舔狗 我还知道 在这一次求婚过后 圈子里的人 背着柳如烟开了个赌局 读我到底那一次 才能求婚成功 读我总的要求几次婚 他们从不瞒着我 可以说是不懈瞒着我 甚至还有人 会在遇到我时 直接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再求婚 说他 可是压了我八万 说完后 还不带我反应 又拍拍我的肩 哥们别生气啊 都是开玩笑的 不至于吧 他们甚至还有个群 在群里是各种 关于我跟柳如烟的赌局 这些柳如烟一概不知 我以为我不在意的 可我今天才发现 原来那些细节 我都记得如此清楚 从那次过后 我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在工作上 我天真的想 公司对柳如烟来说 确实很重要 那我就在努力努力 让公司更好时 他就会答应我了 他还没做好准备 我可以等他 我又等了两年 在公司更上一步时 再次向他求婚 第二次求婚 是在柳如烟生日那天 说不清楚 是为了弥补遗憾 还是什么 我把地点定在了 第一次求婚的地方 还是那群人 我尽量还原了 当时的场景 可是那天柳如烟没来 我们一群人 从下午六点 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 有朋友给我打气 说不定是被什么事耽搁了 我们再等等 我们所有人 都给柳如烟打过电话 一开始还能接通 后面直接关机了 有朋友犹豫到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下一秒 我便收到一条 陌生电话发来的短信 纪博达 你别逼我行吗 我现在还没有 做好跟你结婚的准备 看完后 我沉默着摇了摇头 哑声道 今晚麻烦你们了 你们饿了吧 先去吃饭吧 我请客 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懂了 柳如烟是什么意思 我让朋友拿着我的卡 带着人出去吃饭 他离开前 突然指着我骂了句脏话 纪博达 你他妈就是个纯傻逼 我张嘴想说句什么 却什么都说不出 那天所有人离开前 看向我的眼神里 都是带着可怜的 但没人开口安慰我 都给我留足了体面 等人走完后 那天我一个人在酒店包间 一直坐到两点 服务员来收拾包间时 表情很事无措 不好意思帅哥 我们要下班了 我开口时声音 已经哑得不成样子了 不好意思啊 给你们造成麻烦了 你们收拾吧 说完我抬脚就想离开 身后的服务员突然叫住我 纪先生 你别太难过了 总有一天 你喜欢的人一定会答应你的 我相信你下一次一定会成功的 你千万别放弃啊 那一瞬间 我的眼眶突然就湿润了 站在原地许久 我才开口 谢谢 会等到吗 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呢 我不知道 我像在沙漠寻水的旅人 看不到一点希望 期待一次又一次落空 是什么滋味呢 像是我珍藏了很久的一颗果子 一直舍不得吃 放定决心咬下的第一口 舌尖上的酸色 却经久不散 那天过后 我出差去往南城 期间也收到过柳如烟的消息 她像是知道那天对我的伤害 笨拙的想法 设法哄我开心 我们绝口不提 那天她生日求婚的事 像是个不可揭开的伤疤 企图用精美的包装掩盖 从这次过后 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想求婚这个事 其实第三次求婚 一开始是柳如烟提出来的 一年过去 我跟她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也更像是一对恋人 我们会在下雨天拥抱亲吻 会手牵手一起回家 我们还一起养了一只猫 我做饭时 柳如烟有时候会抱着猫 靠在厨房门口 跟我讲今天 刷到的搞笑视频 有时候也会突发奇想 自己做饭 然后逼我吃完 那天是柳如烟在开车时 追尾了一辆宝马 我接到她电话时 从公司就赶了过去 跟车主交接 赔偿 从头到尾 帮她打理好了一切 那天回家时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 我感到的不是开心 在哪一刻 我想到的 只有扑面而来的难堪 跟长久无望的等待 可我沉默了许久 然后点了点头 好啊 第三次求婚 我没有跟前两次一样 亲力亲为 全交给了一个工作室 甚至在他们询问我 现场用什么花石 我想了很久才 打字回复道 都可以 你们决定 我自己也很意外 我对这次求婚 竟然没有一丝期待 那次订婚选在7月18号 时间越近 我心里的不安跟焦躁 也越来越重 几乎没有意外的 那天一直到结束 柳如烟都没来 工作人员脸上的笑 几乎要维持不住 频繁地打电话 终于在晚上10点时 我给等待的工作人员 结了尾款后 又包了的大红包 工作人员憋红了脸 不好意思道 没事的 你爱人今天有事 下次我们免费 来给你策划 我叹了口气 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一直到回家的路上 朋友找我去他家吃饭 我才突然反应过来 哪里不对劲 在得知柳如烟 没来的那一刻 我心里没有愤怒 没有难过 只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这就是柳如烟 甚至在当初工作人员询问 是否有要邀请的朋友时 我也只是摇了摇头 顺便撒了个小谎 不用了 这种时刻我 只想我跟他两个人 那天晚上回家后 很奇怪的 我就这么意外地 刷到了柳如烟的微博 最新一条微博 刚好是几个小时前 那个时候 我正在求婚现场等他 他一连发了四条微博 很奇怪 明明已经下定了决心 可临到那一刻我又退缩了 我想了想 等谁 我很清楚 有时候想想我挺失败的 八年 我陪在柳如烟身边八年 陪他走过柳家最难的那段时间 可最后只换来他一句不爱我 那一瞬间我 捧着手机有点茫然 这些年 我拼了命地追着他跑 最后却好像什么都没能得到 最后一次求婚 是在今年不久前 其实从上一次求婚过后 我已经彻底泄了这个心思的 只是从那次过后 不知道是为了弥补还是什么 柳如烟有一段时间 对我很是热情 甚至还破天荒地买不平 去我家看我奶奶 我是被我奶奶捡来养大的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也是唯一一个全心全意爱着我的人 柳如烟去时并没有告诉我 还是我奶奶给我打的电话 接通后奶奶就笑着指责我 我答 先别工作了 如烟都来我这来了 以前我带柳如烟回家 见过我奶奶一次 老人家很开心 做了满满一大桌的菜 拉着柳如烟的手 说了很多话 后来打电话时 还经常让我带着柳如烟 一起多回家来 只是公司事情太多 柳如烟实在抽不开时间 于是我便再也没提过了 回去也只是我一个人回去 我回去时 柳如烟正陪着奶奶看电视 那天吃完饭 奶奶拉着我的手看了我很久 许久她才慢吞吞道 博达 我现在唯一还放不下的就是你了 奶奶活不长了 我走了之后 那你呢 我心里一慌 瞬间紧紧抓住她的手 奶奶 你说什么呢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可我心里清楚 长命百岁 跟我永远爱你 都是一个谎言 博达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死之前能看到你结婚成家 知道你有家了 有人陪了 我这个老婆子 也能放心走了 我知道你喜欢如烟呢 她是个好姑娘 你要好好对人家 我不懂你们年轻人 结婚之前 是不是都要先求婚啊 那天我是当着奶奶的面求婚的 我想给她一个盼头 其实仔细想想 我也没有什么 非得要握在手里的东西 除了奶奶 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久一点 再久一点 可能是顾忌着奶奶 柳如烟答应了 她说出我曾经梦寐以求的那句 我愿意 可我全部心神都放在了我奶奶身上 以至于 我其实并没有听见她那句我愿意 奶奶笑红了脸 嘴里止不住道 好好好 我等着你俩结婚的那天 说完她从箱子里拿出两个红包 分别放进了我跟柳如烟的手中 奶奶年纪大了 也没注意到 那天我求婚时 戒指都没有 来得突然 我戒指根本没放在身上 这好像是一个原不回来的谎言 也注定着那一天从不会到来 那天从奶奶家出来后 我跟柳如烟一路无话 一直到家门口 柳如烟犹豫着开口 博答 我打断她 我知道 今天这事 我不会当真的 我始终记得 她在不久前还说过不爱我 在奶奶面前让她答应 跟道德绑架有什么区别 只是我说完后 柳如烟却愣了几秒 然后不可置信道 你不会当真 感受到她莫名的情绪 我却第一次不想深究了 我很累 只想安静的一个人好好睡一觉 没有嘲笑 没有劳累的奔波 也没有遭受别人同情的难堪 我没接她的话 直哑声道 其实就这样也挺好的 你把奶奶给你的红包给我吧 其他的不在意 奶奶的红包 带着什么寓意 我们都清楚 气氛一时沉重下来 柳如烟从包里翻出红包 砸进我怀里 谁稀罕 说完她便先转身 下车回家了 这就是我这八年的五次求婚 其实我想过以后就这样了 柳如烟爱我也好 不爱我也好 也没关系 或许我跟她就这样 虽不相爱着 一起度过这一生 也或许我会等到不爱她的那一天 一直到伊藤城的出现 我才发现 有些事是不能粉饰太平的 像是又回到第二次求婚那天 我穿着西装 接受着所有人望过来同情的视线 太难看了真的 其实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不小 柳如烟是能听见的 可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她挽着我的手轻飘飘 就把我求了八年的东西说出来 刺激伊藤城 对啊 我跟博达年尾就会举行婚礼 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 她说完的瞬间 我脑中轰然作响 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碎掉了 那一刻我才突然惊卷 我以前的想法有多恐怖 结婚了 然后呢 从那以后 我在她哪里得到的每一样 都带着伊藤城的名字 他们时刻地告诉着我 让我明白 有些人忘不掉 就是忘不掉 那晚 柳如烟成功地看到了伊藤城的痛苦 她红着眼 把手中的酒杯砸了 神情愤怒又难过 伊藤城走之前 红着眼对我放狠话 纪伯达你成人之威算什么本事 如烟是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 我一定会把他抢回来的 我转身就走 嗯 你这么想要就给你吧 那天回去的车上 柳如烟推了几个工作室给我 说让我选一谁来做婚礼策划 我沉默了许久才轻声道 都行 随便吧 随便吧 不在意了 他却是对我这个态度感 感到十分不满 纪伯达 你什么意思 跟我求婚这么多次 现在我答应了你不高兴 我反问道 你是为了我吗 今晚那些是说给我听的吗 我很少会跟他吵架 他突然就说不出话来了 一路沉默到家门口 他叫住要下车的我 纪伯达 重要吗 你忘了你过完年 你多少岁了吗 你忘了 你奶奶有多希望看到 你结婚吗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柳如烟 都说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怎么戳你的要害 那些爱过他的证明 最后都成为了 他伤害我的力气 是啊 他说的没错 过完年 我就不再年轻了 那个陪在柳如烟身边快十年 到最后得到的 确实一场为了说给别人听的婚姻 后来我想 要是没有发生后来那一件事 我会不会就这么跟柳如烟 互相折磨下去 从那晚过后 我跟柳如烟 开始了最长一段时间的冷战 柳如烟却破天荒地主动对我服软 他抱住我的腰身跟我道歉 说那天他只是恨意伤痛 其实早已经对一腾成没感觉了 我只是长久沉默着没说话 在公司里工作交接 却始终没停 自从一腾成当年出国后 柳如烟已经断了 跟一家一切工作来往 只是现在好像有什么已经变了 一腾成在重新追求柳如烟这件事 在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等着看 最后是白月光跟新欢 到底谁胜出 柳如烟的态度 一开始也很厌烦跟不在意 一家这几年 手里捏着的产业本就逐渐不行 一腾成回国 很大概率也是因为这个 如今柳如烟宣布 跟我的婚姻更像是个训后 告诉所有人 柳家是不会帮一家的 不少人暗中都开始对一家出手 希望能从当中奋一杯羹 一腾成一时很是狼狈 其实柳如烟会出手 帮他在我意料之中 因为在不久前 当年一腾成出国的原因 就已经水落石出 原本那晚是柳如烟跟我一起 在餐厅吃晚饭 就这么遇上了一腾成的朋友 他很震惊地 看着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我 他问柳如烟一腾成呢 他说 他以为柳如烟跟他已经和好了 柳如烟拿着包包的手一紧 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那个朋友看了看我 最后才在柳如烟逼问下 说出来当年的真相 他说 当年柳家出世后 一夫就逼一腾成跟柳如烟分手 要把他送往国外 一腾成自然不愿意 然后一夫对一腾成撒了个谎 说 只要他出国 就会帮柳如烟 一腾成就这么幸 然后咬牙出国去了 不用多说 当年的事 就这么摊开 放在了柳如烟的面前 王子公主相爱被逼分开 本以为到此为止 王子历经千辛万苦 又回到了公主了的身边 真相大白 本该是完美的真相大白 本该是完美的一结局 只是王子却发现 公主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人 从这之后 柳如烟一直都信不在焉 菜还没上完他 突然抛下我说 公司有事就先走了 我刚接他从公司出来 所有的工作安排我都了熟于心 哪里会有事 他连骗我的理由都这么敷衍 可奇怪的是 我一丝难过的情绪都没了 好像就是从今天起 一腾成爱公司更密切了 柳如烟主动抛出橄榄枝给一腾成 当年柳如烟报复一家时 我因为他得罪了一家不少人 如今他却要帮他 我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了 第二天 我便主动从公司离开了 柳如烟得知消息 那天我正在家里安装按摩椅 之前买给奶奶的按摩椅坏了 我重新在区域 给他下单了一个新的 他努气冲冲质问我 吉伯达 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从公司离开 我看着手中的说明书 文言平静道 现在要跟一家重新合作 我再留在公司不合适了 一句话柳如烟就懂了 他脸色苍白 慌张解释道 一腾成当时 他也是不知情 我没说话 只专心把按摩椅安装好 明天天气不错 我决定去看奶奶 柳如烟一直在一旁陪着我 看到按摩椅 也知道我明天要去看奶奶 他便拉住我的手撒娇 我明天不去公司了 我陪你去看奶奶 我下意识便要拒绝 又想到前天打电话 奶奶还在问柳如烟 便点了点头 第二天 我们去使奶奶很高兴 一直拉着 我跟柳如烟说话 只是一件事 他会跟我们重复说上几遍 奶奶情况不太对 我决定晚上在这些一晚陪他 柳如烟也说 要跟我一起 小老太太很高兴 连忙又把房间收拾出来 只是刚吃完晚饭 柳如烟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上面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 虽然柳如烟接通电话的语气很冷漠 但仍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背后的在一根紧张 挂了电话后 柳如烟便明显心不在焉 他情绪低落 一直拿着手机出神 我安静地看着他 也没主动说话 一直到房间内的小老太太 躺在按摩椅上昏昏欲睡时 他突然拿着包站了起来 一腾成那疯子喝酒不要命了 博达 我去一次马上回来好吗 果然 又来了 我拉着他的手 他喝酒跟你有关系吗 你们什么关系 柳如烟 你还记得你是我男朋友吗 我看了一眼房间内睡着的奶奶 压低了声音 而且 你就非得今晚去吗 我仰头看着他 语气里是我都说不出的紧绷 柳如烟犹豫了几秒 放软了声音哄我 博达 我就去看一眼 没事我马上就回来 我保证 我今晚一定回来 在他手机又开始响起来时 我松开了他的手 你去吧 随着放开手的一瞬间 有好像什么也消了 一直到晚上11点 我突然惊醒 突然就没了着落 我走进小老太太的房间 看他躺在床上 没忍住叫了声奶奶 房间内安静的可怕 没人会再答应我了 有些事发生 是你不能预料的 但就是这么发生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跟以前一样 走到床边 给他掖了掖背脚 又俯身抱了抱他 就好像在一个平常的晚上 奶奶只是睡了一觉 却突然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天后 我就再也没有奶奶了 她走的那天 也只有我在身边 柳如烟是个骗子 她说她会回来的 结果她 一直到第三天才赶了过来 奶奶的后事 是我一个人操办的 捧着骨灰盒回去的那天 我在她的房间里坐了很久 后面又慢慢睡着了 睡着后做了个好梦 梦中我有个很喜欢的恋人 我们在奶奶的见证下 办了一场很盛大的婚礼 醒来后 我觉得那真是一场美梦 柳如烟赶来时 我已经收拾完了所有东西 她红着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桌上的骨灰盒 我看着她 突然觉得柳如烟 现在的样子那样令我陌生 她边哭边拉住我的手 我打 你还有我 我们回家好吗 那有我们的家 我反应了一会后 才摇了摇头 回不去了 柳如烟 没有我们了 我们分手吧 她神色一僵 哽咽道 你在说什么呀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气我那天晚上没回来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我打断她的话 行李我明天会回去收拾 至于公司 你之前给我的公司股份 不要了 你按价折成现金 给我就行 财财的话 你不要就给我 财财是我俩养的那只猫 柳如烟却快速打断我的话 不可能 你想都别想 我不会同意的 我没同意分手 我正开她的手 柳如烟 分手不需要你的同意 柳如烟 那晚走之后 我收到了一腾成的消息 发来的几张照片 里面都是柳如烟 睡着后的侧颜 一腾成话里话外 都是炫耀 记博答 十句点你就该滚开 你以为你能取代 我在如烟心中的位置吗 别做梦了 我这才知道 那天一腾成喝酒 买醉进了医院 柳如烟过去守了她三天 原来柳如烟 不是不会照顾人 她原来也知道 喝酒是会伤胃的 她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愿意放一点心思 在我身上罢了 不过我现在也不在意了 她以后心思想 放在谁身上 跟我没关系了 收拾好行李离开的那天 柳如烟抱着猫 在门口看住 才才不可能给你 我点点头 走之前 柳如烟突然拉住我的手 记博答 你想好了 八年时间 你陪在我身边八年时间 你甘心吗 她也知道是八年 是数千个日日夜夜 而不是八天 柳如烟 没有什么甘不甘心的 这一路走来 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她脸色一白 突然把一个盒子砸到我身上 把你的戒指也拿走 是那枚花了我大半身价定制的对戒 我蹲下身 把戒指捡起来放进包里 有点可惜 我还以为这枚戒指 最后能戴在柳如烟手上的 身后柳如烟突然大声道 记博答 你要是真走了 就不准再回来了 听到她话里的哽咽 我慢吞吞转过了身 她眼睛瞬间亮起来 柳如烟 以前我一直以为要放弃你会很难 其实我现在发现 好像也没多难 那天过后 我跟柳如烟就彻底没了关系 我把奶奶身前住的房子卖了后 暂时住在了朋友家里 柳如烟会时不时发来消息 不是我还有东西在家里没拿走 就是股份合同细节 要找我谈为由 把我叫到她家里 我记得离开的那天 我原本是把行李兜拾完的 却没想到还留了几件 她却固执地让我回去拿 回去拾 她有时会说 才才最近生病了 都不肯吃她以前最爱的猫条了 有时会说 公司里谁拿钱 却不好好干活 她还会说 前天晚上 家里突然停电 她才发现 线路不知道什么时候断 她一个人弄了很久都没成功 说到最后 她声音逐渐小了下来 我眼间的发现 我的物品 都被柳如烟收在了一个箱子里 终于知道为什么 我还有这么多东西没拿走了 柳如烟把它们都藏起来 用来把我叫回来的理由 我叹了口气 这时柳如烟才哽咽小心翼翼道 纪博答 我后悔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以前呢 你不是爱我吗 为什么突然说不爱就不爱了呢 说到最后 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等她缓了一会 柳如烟 不是突然 没有谁的离开是突然的 爱也不是一天一戏就能收回的 或许是在她一次又次十约时 又或许是在她对一腾成 明目张胆的偏爱时 我或许现在还没能够完全放下 可我知道 会有那一天的 东西总有拿完的那一天 我剩下的东西 你帮我丢了吧 后面我就不来了 我跟柳如烟分手的消息 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 柳如烟再不愿意 股份变更手续 也很快走完了 拿到的钱比我想的要多 我没什么不满意了的 这么几年 爱虽没得到 至少钱得到了 几个好友怕我难过 隔三差五带我出去散心 又问我后面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 决定工作什么的 先放一遍 这么几年 我一直陪在柳如烟身边 都没好好为自己活过 我用钱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装修都是我自己装扮的 其实现在看看 即使只有我一个人 那也是属于我自己的家 从朋友哪里得知 柳如烟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 搬家没多家 他曾来过一次 那天我没开门 他蹲在门口地上一直哭 后来我打电话给他朋友 把他带回去了 等彻底安顿下来后 我才开始整理好我的资料 做简历 打算重新找一个工作 我本就是名牌大学毕业 又曾在柳如烟的公司干了这么久 工作自然也不是问题 我入职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 跟我以前做的都不太一样 或许会有点难 但我觉得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再次得知柳如烟的消息时 是他朋友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说柳如烟在酒吧 闹着不肯回家 彼时我正在忙工作 放下电话时 还是从衣柜拿了件外套赶了过去 到时包厢的门没关紧 里面两人说话的音 就这么传进我的耳中 以前没发现柳如烟还挺喜欢那田狗 你可别再这么叫了 忘了 刚刚有人当着柳如烟的面 这么叫被他打了 你现在可别惹他 当时纪伯达这么爱他 给他求了五次婚 他每次都拒绝 还跟我们在那个群里打赌说 纪伯达下一次跟他求婚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 他多狠心啊 现在人死心了 他又想把人叫回来 闭嘴 这件事 你可不能让纪伯达听到 我愣住 原来当时柳如烟也知道他们开的赌局 他不仅知道 他还参与了 我还怕他生气 瞒着没告诉他 可到头来 我才是最可笑的那个 推开门进去 使柳如烟抱着酒杯 明显是喝醉了 见到我 几个人瞬间安静下来 只有柳如烟 跌跌撞撞从沙发走到了我面前 他看了我好一会 似乎才慢慢反应过来 是我 反应过来后 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红着眼尾去叫我 我打 你来了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这么不理我呢 这么久了 你不生气了吧 你今天愿意来找我 是不是已经接受道歉了 他期待地看着我 我却只觉得愤怒跟失望 我下意识摸动 才发现 当时放进去的那个戒指盒子还在里面 我拿出来时 看到柳如烟慢慢笑了起来 我当着他的面打开 一字一句开口 原来当时你知道他们 在背后嘲笑我 知道他们开了个赌局来讽刺我 柳如烟脸色逐渐惨白 你不仅知道 你还参与了 柳如烟突然紧紧拉住我的手 慌张道 博大你听我解释 我 我没理他 慢吞吞拿起戒指放在了他眼前 你现在竟然还敢说你爱我 在说完的一瞬间 我就走到一旁的洗手间 把戒指丢了进去 按下冲水的那一刻 柳如烟突然反应过来 他哭着崩溃道 别 不要 你不要 丢 那是你给我买的戒指 你怎么舍得的 戒指不是你的 我俩今天彻底结束了 那天离开后 从朋友口中得知 那晚柳如烟为了找回那枚戒指 把整个酒吧闹得不成样 圈子里的人都说 那个高高在上的柳大小姐 为了找一枚戒指快疯了 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 凑近道 你小子 真把戒指丢了呀 你个败家子 那戒指多贵呀 你说丢就丢 我笑了笑 从包里把戒指拿出来 骗他的 没丢 本来是想丢的 后面想想 这是我自己的钱 丢了多可惜 从那天起 我很久没遇见过柳如烟了 只偶尔从别人口中听到 说他为了工作 像是不要命了 整日待在公司 后面生了一场大病 被父母强行带到了医院休养 而易腾成一开始 还陪在柳如烟身边 可柳如烟最后竟然停了 跟一家的一切合作 不仅停了 还故意针对一家 易腾成走投无路 找所有人能借的钱都借了 后面甚至还去借了高利贷 钱越借越多 资金链又周转不开 一家是彻底挽救不了了 一家的公司 就这么宣布破产了 而我在现在的公司的工作 更加得心趁手 站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高度 以前圈子里看不起我的那群人 现在见我都得小心翼翼 不敢轻易得罪 手机里传来一条消息 是正在合作方的总负责人 一个洁癖傲娇的工作狂 同时都说 是一个很难搞定的女人 十分有手段的能力 当初我也用了不少的功夫 才让这位负责人看顺眼了点 明天12点 云鹤你提前定位 我拿起手机 慢慢打字 好的 江小姐 明天见 我出了工作 一般时间都待在家里研究新菜品 我很喜欢做菜 昨晚又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品尝 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聚会 谈工作 谈感情 或者单纯吃饭喝酒 我有事偶尔会想起柳如烟 心中的爱恨交织的情感 却在慢慢退去 这样就很好 我想 想到的时 思绪偶尔会被打散 最近我邀请的名单里多了一位 那个难搞又傲娇的江小姐 不知道下个周末的江小姐 又想吃什么呢